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市場上升了 很多客人問我 百多萬有甚麼屋子買呢 除了較舊的屋子之外 其實獨立屋百多萬有少少難問 但今天讓我找到一間全新獨立屋 它的位置位於Ledner Ledner是在Richmond南邊很近的一個城市 屬於Delta 可能你們都聽過Delta 有North Delta 有Delta 還有Towarsen 可能大家都很熟悉Towarsen 因為那裏有些租地可以給一些 不是加拿大人去買 又不用給20%的物業轉讓稅 Ledner其實是最近Richmond的一個城市 如果你上網查 其實它叫Suburb 意思是較郊外的地點 主要是住宅區 所以這邊大部分都是住宅區 如果你真的說中國人要去買菜 可能真的要出到Richmond 但其實路程只是可能20分鐘 過一條稅 我在這裏今天找到一間全新獨立屋 價錢都沒有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歡迎大家來到這間全新獨立屋 面積總共有2100呎 其實是四房單位 你看到我進來這裡 其實分開了兩邊 這邊就是上去四房 四房上面有兩個是套房 我們進來這個長屋 有些可能是浪費的空間 進來其實廳、廚房、廚房 還有一間房和一個全瓣喉 都會在這一層 首先進來這裡 這裡通常獨立屋都有 樓梯底有Storage 它的Storage其實很長 而且已經鋪了地 你可以儲存很多東西 你看到很多機械 因為其實它有地暖 這間有地暖 還有一個on-demand的熱水廳 長期都有熱水 不派用了熱水 來到這邊 就會有間房 它就叫Flatroom 因為它沒有放了衣櫃 所以這間房間 就會變成Flatroom 就不是Bedroom 它的Size不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說要有朋友 或者是陰廊在這裡住 加上單人床和雙人床 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再加上衣櫃 如果你是不需要這間房間做書房 其實你可以做Office的 那個位置都OK 如果擺放桌子 因為加上這些可以的位置 你可以去交電視機 可能在工作上加上電腦螢幕 也可以看著這邊 另外有個好處 就是旁邊已經是一個Full bath 即是說如果有人在這裡住 其實你真的可以在這裡洗澡 不需要上去Share Watchroom 它沒有洗澡 它沒有洗澡 就是洗澡 它的地磚 它也是選擇了一些特別的地磚 這個門就是家庭的入口 即是你平日出門 就會在這裡 你看到它也很寬 它也很寬 雙人座 完全沒有問題 很重要的一點 它是有一個EV charger 因為如果大家真的考慮住Leather 要駕駛到Richmond 或者Vancouver 其實油門也挺厲害 而且現在油門這麼貴 有一個電車就是搭桶了 我們進來這裡 其實一進來就是廳 還有廚房 還有廚房 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這個廳 電視廳來說可能夠大 但是你看看 其實它那個dining area 是沒有了 不知道 它擺放了一座大桌 可能如果你真的小小張都可以 所以可能它也知道 所以它就擺放了一個很大的Island 很大的Island 你可能在那裡排隊 坐在那裡吃飯 那樣 但是如果只說這個 area 它不是算是很小 不過它真的不是那個dining area 的位置 然後呢 這間屋 其實它所有的東西都很齊備 譬如有冷氣 有地暖 也有個security system 有個security system 你就可以看到前後 有什麼人經過 然後廚房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open concept 很闊落的 它所有appearances都會用了share and pay cap 用professional light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這邊呢 它的雪櫃呢 是crunch door的 然後呢 它的主石爐是gas的碗頭 你看到它都 有一個大的可以炒東西的 它這個outfen呢 是很寬的 寬的可能是四分三的 這個是長一點的 這邊就是一個很大L的 有很多位置放東西 很多櫃 然後它那個sink呢 就是double sink 加上呢 這個professional line 就是它有兩層的ditch washer 是這一隻的 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你可以分散開機 加上這個大Island 你可以在這裏吃 或者在這裏吃東西 這樣 然後它也有微波爐在這裏 加上一些冷櫃 那你storage的空間 我覺得就很足夠了 然後這裏呢 就會有很多窗 全部窗 去看到它的backyard 那它的backyard 有什麼好呢 就是它正正方方 可能你現在看到它的草莫 因為它還未整得好 但是呢 如果你站出去外面 下雨 就算現在下雨 千萬不要太好 它上面也有個傘位 即是你仍然可以坐在外面 探咖啡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不會太濕 那你剛才我們入口的位 就沒有了平時 我們一開門 就會留到Storage去掛衫 它就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主層就介紹完了 我們可以上去樓上看看 那四個房間吧 大家上到二樓呢 剛剛走過那條樓梯 然後呢 它其實有個high ceiling的 都挺漂亮的 然後轉個彎呢 這裡呢 也有個Hallway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去兩層 都有比較長的Hallway 有少許浪費了 然後上到這裡呢 就是一個Wash and Dryer 它位置的方面 放在這邊 那你就要整個人站進去做launchy 另外這部機呢 就是冷氣機 上面那個就是先鋒系統的部機 那之前都說過 其實這裡有四間房 有兩個套房 那我可以說了這邊的兩個房間 那首先進了這一間房 這一間房呢 就向剛才正門那裡 有一個窗 然後那個位置都算是OK大的 那然後它的衣櫃呢 就在這裡 那它都安裝好所有的Cameron 在這裡 讓大家我們安裝衣服的 那然後呢 這間房呢 就會用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就這樣 single sink 那它就用了 有個bath tub 和shower 有個shower door 那這個洗手間 就會是跟另外一間房 要share的 因為現在我們看 這間房呢 就會是有套房 那它可以自己 獨立用一個洗手間 那我現在的Sign 是正正方方 這個窗比旁邊的房 是小一點的 雖然它的area大一點 所以每間房也有每間床的好處 這間房的衣櫃呢 就會在這個角落頭 那它 雖然它不是master bedroom 但是它也有一個 叫做小小的 walking closet 就是三隻 而它的套廁 就會在這一邊 那它這個呢 就不會用的bath tub 整個都是shower 那所以兩間房就在這一邊 另外的兩間房就在另一邊 我們先看看細房間 其實我覺得房間的尺寸是不錯的 可能是把很多空間放在上一層 下面就像少了大陸的地方 但房間全部都很闊 甚至放在 king size 其實都可以 這個衣櫃 就不能走進 就像剛才沒有套房的房間 就像這樣在上一層 現在去看看最大間的master bedroom 這間房間的master bedroom 就完全是放大床 再加上前面有個位置可以放衣 加多個梳妝桌或者衣櫃在這邊 然後有電視機位 其實這間房間就夠用了 當然剛才小的房間也有walk-in closet 這個也有walk-in closet 就會在這邊 這間walk-in closet 就會大於剛才那間 這個主人房間就有一個小小的 balcony 是遮蓋的 所以就算是下雨也不怕 就是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這個空間的景色 其實是很開陽 你會看到它的景色 現在前面沒有什麼阻礙 最後一個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套廁 都算是standard的一個massive bathroom的entree 它有長的countertop 有兩個顏色 然後會有一個stand alone的bath tub 好像很舒服一樣 有一點點natural light 可以開窗的 門後面有一個很大的shower 所以這個位置可能是兩個人 或者是一家人一家四個在一起出門 大致上就和大家介紹完了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這間屋的價錢和總結 這間屋就介紹了給大家 我現在給一個總結就是 Velot Size有4100呎 這間屋有2100呎 它是全新的獨立屋 位於Landner 上面有四間房 下面也有一個flex room 加一個full bath 現在它開價是164.9 因為它是新的房子 所以技術是要加回GST 這個地區 剛才也說過是Richmond以南 其實是within City of Delta 一個條隧道就會是 所以開車出去 如果你要在那邊吃飯 有朋友或者買菜 只是20分鐘的車程而已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住在近Richmond 即是不想太遠 但又想要到Richmond的方便 我覺得這一區大家可以考慮 因為這間是比較… 因為這間是比較優靜的 它又有什麼飛機聲 人數也少很多 但當然它有它的short floor 就是它沒有很大型的商場 當然也有些魔仔可以吃飯 要吃飯、越南野等等 但如果真的想買很多菜 吃很多不同選擇的菜 那就要出快 Vancouver或Burnaby 那價錢來說 我覺得都算不差 因為如果是860多萬 現在在另一個地區來說 是很難買到一間全新的獨立屋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WhatsApp我 我可以給大家多些資料 或者大家如果想來看家屋 也可以找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 我這次介紹的全新獨立屋 有什麼可以隨時WhatsApp我 喜歡的可以按個like 分享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 或者如果你們想看什麼影片 都可以跟我說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你們就會看到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請按讚